沒有覺得不舒服嗎今天 要燒了什麼嗎 沒有 配合新加坡政府頒布的 新型冠狀病毒防疫政策 此即新加坡分會所屬製液體 也全面開始執行防疫措施 我們現在跟他們聊體溫 還要問他們有沒有咳嗽 發燒 感冒或者去床 然後更重要是 他們有沒有去到生活 如果他們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讓他們去參與 最重要是安全的 大家的安全很重要 包括中醫醫診中心和湖畔醫療診所 都有專人在出入口量體溫 和詢問旅遊室 另外 醫護團隊也特別設置了隔離區 以備不時之需 本來這個是一個訓練的房間 不過因為這個疫情 我們會把這個訓練房間 跟它在整理 就簡單化 就是有一個床 連其他在桌子上的 需要的才在桌子上 不需要的我們盡量 跟它拿掉 截至31號上午為止 新加坡已有13個 新型冠狀病毒的確診病例 不過醫師表示 民眾不需要太害怕 只要少去人多的地方 做好自我保護 就能降低感染機率 除了醫療制液體 大愛幼教中心也嚴正以待 孩子們進到教室前必須測量體溫 檢查手口足 而老師也教導正確洗手方式 務必做到防疫 第五漏洞 待新聞李嘉儀 周振陽 新加坡報導 已經準備了